战姆斯将带着新队友客战骑士北京时间8月9日,据NBA记者戴夫麦克梅纳明报道,11月22日,胡人队将前往客场挑战骑士队,这是战姆斯加盟胡人队之后, 首次前往克里夫兰面对老冬家,今年夏天,作为自由球员的勒布朗詹姆斯再次离开骑士队,并加盟胡人队,早在2010年,当时詹姆斯第一次离开骑士队,而当他作为热火队球员第一次重返克里夫兰的时候,现场的骑士队球迷,对詹姆斯很不友好,但何以预见到的是, 当詹姆斯在今年11月22日前往快带球寡的时候,他应该会受到和八年前不一样的待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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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